中永和地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達24000人 是台灣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永和更是號稱全世界第二擁擠的地方 五座主要的蓮外橋樑天天滿載 這30年來陸續開通捷運中和線、環狀線 還有興建中的萬大樹林線 紓解龐大的交通壓力 而在不久的將來竟然還要出現第四條捷運 這條新的捷運預計會以南北向的方向 行進中永和最東側的區域 並且往北延伸進入到台北市的公管地區 之所以路線會這麼的短 是因為這是一條原本已經遭到放棄 截短之後敗部復活的路線 把時間挽回推到2000年代 當時的台北市內 已經有木柵、淡水、新店、中和板南線營運中 而內湖、新爐、信義、松山縣也正展開興建作業 然而這些路線基本上是在1970年代就已經規劃 當時台北市的發展還正往敦化南北路以東擴張 因此路往的重心還是在西區 然而隨著民生社區、信義計劃區、內湖科技園區 等等大型住宅及工商業區的開發 以及基隆河結彎曲之後出現大面積的速地 台北東區迅速發展 規劃好的捷運路線卻都是東西向 在基隆路、光復南北路、梯定大道等南北幹道 每到尖峰時間前後就塞到幾乎動彈不得的狀況下 台北市捷運局認為在木柵線的東側 迫切需要一條南北向的捷運路線 因此進行東側南北線的規劃 在2006年 東側南北線的路線規劃出爐 並且舉辦公廳會 整體路線預計以地下的方式興建 從內湖縣的建南路站開始 往東南方向 行津瑞光路、星湖一路、健康路、光復南北路、基隆路、星駭路、星深南路 接著跨越新電溪進入中永和地區 沿著成功路以當時已經規劃 但尚未動工的環壯縣繡廊橋站作為終點 除了行津、基隆河、捷灣取值的新生地 內湖科技園區、民生社區之外 也穿過了中永和東側的人口稠密 而且遠離捷運服務的區域 不過對於整個東區最重要的信義計劃區 卻只是稍微插過一小角而已 其實在路線規劃階段 曾經考慮過在進入民生社區之後 提早往南轉向三明路、東興路 接著一路沿基隆路往南 抵達台大後再行進周山路 雖然更加貼近信義計劃區 而且路線也顯得比較直接 但是在整條基隆路 已經有正氣橋、地下道及高架橋的狀況下 要再開挖地下捷運的車站 具有相當大的難度 因此捨棄了這個方案 然而改走光復南北路的結果 就是當時規劃松山縣跟信義縣時 為了擴大車站的服務範圍 採取跟板南線交錯設站的形式 導致木柵線移動的區域 難以找到可以同時跟三線轉成的南北相干道 再加上松山縣跟信義縣在這個時候也已經動工 不可能再調整車站的位置 這也代表著東側南北線的轉成 將會非常困難 整體效益大打折扣 雪上加霜的是 光復南北路的一旁就是大巨蛋 從2012年動工以來 就不斷發生工程上的爭議 一度成為2014年台北市長選舉的工房焦點 甚至還造成一旁的板南線隧道變形 使得環坪委員要求東側南北線送入二階環坪 除此之外 原先計畫在內湖設置的機場 因為用地範圍達9公頃 且有將近一半為私有地 地主也已經取得建造 使得機場規模必須大幅縮減 在種種不利條件之下 在2017年台北市捷運局 決定改推東側南北鄉捷運系統 不僅穿越內科 更加貼近信義計畫區的核心 還能夠同時跟松山縣 板南縣 信義縣設置轉成站 這條路線也就是現在的環狀縣東環段 至於原先的東側南北線計畫 則遭到取消 不過對新北市而言 中永和的東側往來台北市 一向具有非常大的交通量 有著錦鄰的符合橋 及永福橋兩座橋樑 因此新北市決定自行評估 中永和往來台北公館的捷運 興建可行性 之後在2019年提出報告 中永和段有三個路浪選擇 分別是原本東側南北線的成功路 更靠近新電溪河畔的環河東路 以及深入中永和鬧區的符合路 中正路方案 暫時稱為中和公管線 而無論是採取哪個方案 都不可避免地 會碰到先前東側南北線 同樣發生過的機場設置問題 因此在2019年的報告中 建議考慮轟弩地的山下 或者是將路線繼續往北延伸 銜接民生汐止線後 共同使用汐止社後機場 但是到了2020年底 新北市捷運局對外表示 路線將踩成功路方案的同時 卻宣布要使用的是環狀線的南機場 然而吊詭的是 中和公管線全線計劃以地下興建 但環狀線在中和卻是高架 基本上軌道沒有直接連結的可能 也就是中和公管線如果要使用南機場 必須再挖另外一座穿越新電溪的隧道 將會讓這個區域同時有環狀線、暗根輕軌、 中和公管線三條捷運系統密集的跨越新電溪 而14張地區也將成為安坑輕軌 跟中和公管線的路線時之終點 因此在今年的選舉 新電選區的候選人曾柏瑜 直接提出安坑輕軌 跟中和公管線直接合併串聯的想法 同時可以改善安坑輕軌 進入台北市區 必須至少轉成兩次 導致使用意願滴落的現狀 而事實上在2020年 新北市針對中和公管線的座談會上 中永和選區的立委林德福及江永昌 也曾提出相同的構想 所以為什麼安坑輕軌沒有這樣興建呢? 再次把時間往回倒轉到2000年代 當時安坑的山坡地上 已經開發了大量的住宅 另外只有安和路跟安康路兩條主要幹道 尖峰時間塞到水洩不通 因此當時的台北市捷運局 進行捷運安坑線的評估作業 路線部分 除了安坑內部是確定的之外 另外方面 有南四角14章新店三種選擇 南四角方案 計劃以捷運中和線的主線 直接往南延伸 然而由於南四角地區需要大量徵收 且採取高運量系統延伸 只能設置四座車站 評估效益低落 直接遭到淘汰 決定採取輕軌的方式興建 至於新店方案 由於捷運新店站的聯合開發大樓 在興建時沒有預留結構 再加上安康路的路幅寬度不足 同樣沒有被採用 最後的評選結果 也就是現在營運中的14張方案 環拼也很快的在2003年就通過 而中和公管線的前身 也就是東側南北線的規劃作業 要到隔年才開始展開 當然也就不會有彼此串聯的可能 到了2012年 安坑輕軌準備動工前 曾經重新評估 改往秀朗橋站方向興建的可能 然而秀朗橋站南側的尖山 緊鄰著新店溪 行經此路段的新北環塊 為了順應地勢 不只將兩方向的車道 設在不同的高層上 還另外興建的民隧道 也就代表 如果安坑輕軌 要改往秀朗橋站方向走 會需要開挖邊坡 才能設置高架橋的墩柱 而到了秀朗橋站 僅平路的空間也已經不足以再設置 安坑輕軌的高架月台 而如果把這個路段 從高架改為地下的話 雖然可以避開前面提到的邊坡 及空間不足的問題 但是秀朗橋站一旁的地下 已經有東側南北線的規劃 在使用跟安坑輕軌 不同車輛系統的狀況下 秀朗橋站必須要大深度開挖 才能夠同時容納兩條線的地下月台 而且評估報告指出 乘公路的寬度只有16公尺 必須要拆除兩側的民宅 才有辦法達到地下車站的20公尺路寬要求 不過吊詭的是 根據官方資料 乘公路的實際路寬為18公尺 跟中和線景安站 永安市場站的路幅相同 總之最後秀朗橋方案遭到捨棄 安坑輕軌也在2016年正式動工 而東側南北線正式宣布放棄 是在隔年的事情 也因此安坑輕軌完全沒有時間 重新評估 改往北跟中和公管線串聯的機會 就這麼跨越新電溪來到14章 在2022年 新北市捷運局針對市境內的捷運 提出整體路網的評估報告 當中雖然認為中和公管線有高度需求 但是卻因為路線只有3.1公里長 單方向只需要8.5分鐘 建議採用單線雙向 在車站內交匯的方式營運即可 這樣只需要4列列車 可以降低對環狀線南機場的衝擊 然而到了去年10月 隨著大巨蛋即將正式啟用 台北市及新北市捷運局協調之後 決定將中和公管線往北 延伸到國父紀念館站 並且改稱為中和光復線 至於確切的路線規劃 則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不過根據新北市捷運局的說法 較有可能沿用原本 東側南北線的規劃 不過不管台北市今年路線怎麼走 最大的挑戰還是機場的設置 過去東側南北線 預定在內湖設置的機場用地 大幅縮減之後 未來環狀線的三座機場 既能提放80列列車 而環狀線本身營運 需要71列列車 代表中和光復線 如果要共用環狀線南機場的話 只能有9列列車營運 班距也會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然而如果要改為 安坑輕軌延伸的話 目前的安坑機場只能容納18列列車 而安坑輕軌目前已經有15列列車 也就是只剩三列的餘域可供中和光復線使用 不過其實安坑機場的設計曾經更動過 原始的面積為目前的兩倍 也就代表擴充的難度 會比環狀線的三座機場來的低 再加上目前安坑輕軌還有計劃延伸到5成 更有議員提出延伸到三峽的意見 或許安坑機場還有擴大的可能 所以對於這條中永和地區的新捷運 你覺得怎麼規劃比較好呢? 歡迎分享到留言區 3月份 8月份 19米 7月份 8月份 8月份 10月份 8月份 100月份 10月份 9月份 9月份 9月5日